作为一个新移民 不知道当地的语言 无法与人沟通 是一件非常无助与害怕的事 你可以想象这对早在19世纪末时 就来到东南亚谋生的华人来说 有多困难 还好有这本闽南话对照马来话的字典 帮助他们与当地人沟通 今天我们将介绍这本19世纪出版 由闽南话发音、中文字书写 对照马来话的字典 华语通语 早期移民到东南亚的闽南人 就是用这本字典 作为平日与当地马来人沟通的工具书 那我今天就请到了林安中先生 为我们讲解这本字典 其实这本字典是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收藏里最早的一本 由本地出版商出版 闽南话对照马来话的字典 是啊 是 它是由古有轩出版的 那古有轩其实就是字典的作者 林恒南先生 成立于在1860年代成立于直落亚一街的一本出版社 有一百多年了 有百多年了 而这本字典的第一版它是出版于1877年 当时出版的时候字典的书名不叫做华语通语 其实叫做通疑新语 第二版就出版在1883年 也都百多年了 对 非常悠久的历史 那它出了第二版的同时书名就改为华语通语 华语通语 大家通用的语言 对 没有错 林先生 你觉得这本字典有什么有趣的内容吗 我注意到这本字典它里头很多词汇 是非常有趣的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语 好像很通俗的 而且我们经常要用到 譬如有还有什么食物的 食物的 平常要吃饭什么的 很重要的食物 还有那个果子 还有那个关于医药的药材 疾病这类的 疾病的或者是甚至一些日常的用具 就是跟马来人沟通的 平日的那些用语这些等等 对对 其实您知道吗 这本字典它虽然很小本 但它总共收入了超过2800个词汇 非常多 很多很多 而且分类成25个种类 对 我发现在这个字典里头有些词汇 就是当时他们在海上贸易 经常需要用到这些词语 就是汽船之类这些 还有那个战船 快艇 还有中国船只那种 这很繁忙 那就显示了当时在新加坡海港 这个海上蔓易的繁盛 对 它不只说就是什么船 它甚至船上的各个部分 船头 船回 是怎么讲的 或者船帆 船锁 这可能就跟维修业有关 对 其实这本字典有一点很有趣 它虽然是闽南话对照马来话的字典 但是整本字典没有用到马来文 对 那作者他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手法 他就用中文字书写 对 借用闽南话发音来教导正确的马来发音 是 看看这一页 这个三字 你用方言来念 读出来那个音就是马来话的 第一个 所以 字 就是在 我在中文字开始是 闽南话里头 闽南话的发音就是 地 地 地 那个 那 在闽南话里面 然后念着 地、那 地、那 那就很像 近的马来话的字典 马来文的那个三的意思 对 原来如此 那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 其实这本书的序文 也有一点来头 诶 谁写呢 它这个序文 其实就是请了当时的第一任 派来驻扎新加坡 由清廷派来驻扎新加坡的这个领事官 左秉隆所写的 是第一任 那 左秉隆他当时在序文 他有解释到 说为什么需要这样一本字典 嗯 湛州、泉州和潮州的这个 早期移民呢 到了 东南亚一带来金山 那么发现说 没有办法与这个 当地的马来人沟通 嗯 所以需要像这样一本字典 来帮助他们 是 的确这本很重要 在当时来的 在一段时间里面 坐在一段时间里面 在一段时间里面 就这样一段时间里面 也在发现 电视频 那 你 是 感谢观看